那牡丹是,我们就是画中的王,King of the Lord,就是王,为什么王要很大,很大很漂亮,什么色都有,特别是新的品种,配出很多新的颜色出来,连绿色的也有,浅蓝色的也有,白色这些肯定有,暗红,胭脂红,粉红,紫色,肉色,都都有,而且非常大多,好像,好像大的, 你们的,你的那个省有吗?有的,有的,洛阳的牡丹最出名,就是说,洛阳,你去到洛阳,中国的洛阳,没有去看,没有去看牡丹,但你没有去,因为它是全世界最出名,牡丹长得最漂亮,最大的,就是在那边,洛阳,所以它有一个名称叫洛阳,是牡丹之都, 这个,圣草沙的,这个洛阳,有没有牡丹啊?应该,牡丹其实是,它的气候,新加坡有,有牡丹,不是新加坡种的,中国那边来的,中国那边来的, 通常要放在,不是冰下,放在比较有冷气的,的地方,因为新加坡如果太阳出来太热的时候,它他们会受不了,牡丹是比较温的气候,所谓温带的。 这一趟的,这一趟都发生了?不是啊,不是啊,可以去看看咯,在圣草沙,对。 牡丹,就是,所以我们,我们现在就是说,可以看,学一下,我们不要画太大多了,因为太大多有很多工,我们画简单一点。 这一趟都发生了,我们现在就会看,我们现在就会看。 刚刚好,来。 这个我们参一下, 胭脂红的某单也非常美,比如说这个红色,我参一点黑的, 那你画起来,画起来的时候就, 这个红,笔件占黑,整个是红。 这样,刚才把SMS给我,不是你是那个文星啊。 这个,这个,红跟,刚才我讲红跟黑,这是我们叫胭脂红。 笔件占,这样画,好,两个色嘛。 这个色也没,这个色真的是有这个色。 那么,那么我们,我们要解释一下怎么样,它的花瓣是怎么样的。 它的花瓣是副瓣,就是很多很多很多花瓣。 因为它好像球,一粒球这么大。 现在,我们新加坡看的是,是很小。 中国那个洛阳,那是非常大的。 所以,某单的话,它根本,不需要香。 某单不是很香的。 也有一点香味,但是不是很香。 它不需要,它已经很漂亮了。 它颜色很吸引那个蝴蝶跟蜜蜂。 所以,那些香味啊,如果是, 那些月来香啊,那些花很难看的,香味就很强。 刚才的东西也是这样的,真的。 因为它需要那个香味嘛,来吸引那些蜜蜂跟蝴蝶来采花蜜。 那我们的花瓣是怎么画呢? 就是三笔,每一个花瓣是三笔。 三笔,就是好像画那个,什么叶子啊。 那个葡萄叶这样,看到吗? 上去的也是这样,三笔。 这个是下来的,中间大,两行小。 两行小。 那么这个花呢,你的花瓣不要这样乘直, 要有一点弯曲,有一点弧形的感觉。 那这边看起来是弯弯曲曲的,就对了。 那么有时候是两笔,有时候是一笔。 为什么会一笔呢? 侧面的,有时候它画瓣会转来转去, 转到侧面你看的时候就是一笔。 那有时候就两笔,最多三笔。 最多三笔。 这是给人感觉到有一个曲线。 那现在我们画瓣明白的时候,它的结构就是把它组合起来。 一般上向上的呢,向上的它的,它的画就是,就是上面这个部分。 向上的,就是向上的。 根据那个 arrow来。 那么这边呢,中间这个,这第二圈呢,就是可以横画。 向横的。 好,向横。 下面呢,就是,下面就是向下的。 好,你跟进那个箭头里面。 那么它很多层次,一层一层这样拍下来。 好,上面这个部分为什么向上? 因为它,上面就是最最年轻的嘛。 就是刚刚开出来的。 好,那下面这些是下垂的,就是已经,它一直开着开了。 那么这边,这边就一直下垂了。 好,所以所以就变成,就下来咯。 好,所以你看它的构杂啊,等一下我画这个。 好,这个是横画咯。 横画咯。 然后第三呢,就向下画咯。 第三步骤,向下画咯。 也是,比较侧风。 好,侧风。 就这样,对不对。 好,所以它看起来就,一个圆圈就对了。 好,那看起来,周围是怎么样? 往往去去的。 好,往往去去的。 而且上面的画的颜色会比较深,下面比较浅。 那有时候留一点空白的时候,好,不是吧? 反光。 reflection,highlight。 好,this is highlight. understand? 嗯。 你要英语才会这样? 哦,我明白。 毛单是...plum... 毛单啊,不是毛单啊。 哦,毛单是一种病啊。 哦,ok。 哦,不是plum,毛单是peony, p-e-o-n-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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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o-n-y. 然后它有一条的那个丝状搞出去。 所以大概是这样搞。 然后,就只有上面有点咯,上面有点。 这个点咯,我现在点这边咯,就是我们只碰到这个部分的点而已。 意思是说,这个一条一条的线是看不到,因为给这个花瓣遮住了嘛。 所以不必花遮住了嘛。 除非它开到很大,开到那个花瓣全部掉出,下垂了,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花形。 那么叶子怎样花呢?叶子一般上也是一样的,就是跟,差不多跟这个花瓣,也不过花瓣大概是小啦,叶子就很大。 叶子怎样花呢?叶子就差不多要花这样大。 实际上可以花到五笔啦,但是我们有时候花三笔四笔就可以了。 叶子,就是这样花。 那么侧面的叶呢就是两笔,侧面。 全侧呢就是一笔,一笔。 就是好像我们每次用,我用一个手段,你看。 这样是正面,侧面不是一条线而已嘛。 这个是透视的变化。 那汁干啊,茎啊,茎啊,这些都是一样的。 差不多大同小玉。 所以这个汁,我们说基本功嘛。 你如果会画,那么很多东西你都会画。 比如说画风景画也是有树枝啊。 那么画各种画也是有树枝嘛。 所以它这个汁非常好用。 就是什么地方都有用到,很多地方都有用到。 那么叶子就是这样画的。 那么画完了你要勾燕麦就勾。 燕麦通常是这样勾嘛。 就说你画的时候像一条中间,然后左右左右左右。 中间左右左右。 明白吗? 燕麦了哈,燕麦。 燕麦要讲究这个顿底。 顿底要顿。 这个画心很重要嘛,你画心一画下去你就觉得活了。 这个叶子哈,不是用,不是黄的哈。 一般上我们是,黑的肯定没有错。 中国话只是以墨为主。 所以凡是你用墨来画的叶子,都对。 但是叶子不是黑的嘛。 但是中国话你就是可以用黑的。 所以以前西百世画的牡丹呢,它用红红的花。 那么叶全不用黑,枝也是用黑。 所以说红花末叶,花是红,叶是黑的。 很好看。 黑的称那个花更美。 红花啦。 就像它画梅花也是这样啊,它织就是黑的。 然后花呢就是红的。 红花末叶。 那时候西百世的花最出名就是红花末叶。 。